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交好的这一些科技界的大佬们通通都聚集起来 然后跟印度一起举行了会议 所以呢莫迪跟拜登会面到国会演说 然后跟科技界的巨头们见面 然后当然跟拜登就算关系不好的马斯克 他也额外的另外的跟莫迪见面了 所以莫迪这一次呢访问美国 他是大丰收 不管国防或者是科技投资的承诺的部分大丰收 也让全世界呢好像对于印度的投资更加的看好 可是呢 那么就回来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他主办国耶 主办国可以让上和峰会变成虚拟的会议 那你说啊中国大陆很重视疫情啊 No 大家还记得去年在乌兹别克所举行的上和峰会 当时呢在萨马尔汉 萨马尔汉所举行的那一次的高峰会 习近平亲自出席 是 他是二十大之后第一次出国 对 也是这个COVID-19之后呢习近平第一次出国 第一次出国 其实你从这件事情你可以看出来 习近平对于上和峰会的那个高度重视 他玩就 那个时候中国大陆没有解封 甚至没有解封的迹象的情况之下 习近平都非要去一趟乌兹别克的萨马尔汉 可是这一次印度用很奇怪的理由 好像也没有特别提理由 他就是指办了一个视讯的峰会 怎么来看待印度在上和峰会所抛的那一个那一盆冰冷水 因为我们用我们用用倒用倒序的方式啊 就是说设想莫迪在从美国手上收了这么多的厚礼 拜登是真的帮他打打场面啊 打到就是说让你去美国那时候是风风光光的 陪你一起吃素 这一点就很了不起 真的真的 陪你一起吃吃素啊 然后然后呢你你原来呢梦寐以求想要的东西 这次莫迪几乎都拿到 不只是呢带着企业界那揪揪团来跟莫迪见面 除了呢马斯克是单独见面 他他跟拜登不合嘛 揪团 我说跟过去美国呢都是企业界主动 官方呢在在后面的要不然就是跟要不然就拉 不一样我一直拿呢习近平呢在二零一五年呢 大概在在这个西雅图过境的时候的那一幕 那个时候真的西雅图夜未免 而且是挡都挡挡不住的 那个时候就是所有的企业呢都必须要有一张飞往了西雅图的门票 而且要订到房间 而且当天的必须要呢在习近平跟大家见面的那个场合当中露脸 否则你就不是个咖但是这一次的莫迪他不太一样这这次纠团的是美国 而且是在美国呢强烈的反中气氛当中呢在先人指路告诉美国企业界说 离开中国朝我手指的那个方向走就是印度 我说这个世界上面的每件每件事事情的就是说轻重缓急 他会分成轻度中度跟印度 就分三集 那现在已经到了印印度这一集 他已经不是轻度不是重度已经到了印度了 好到印印度这一集的时候大家都都都看得懂啊 那当我拜登送了送了大礼给你的时候 你说你回来的时候你还要 还要邀习近平 尤其如果你一旦开实体的 你开实体的那普京不来或者你不让普京来印度也很尴尬 其实我觉得这是印度可能很重要的一个考量 其实就连南非都有这样的考量 因为当这个国际法院啊然后呢判定说呢他这有战争罪啦 什么等等的要去通气全世界去通气 虽然中俄美还有南非其实都没有签署那一个国际法庭的那一些相关的一些协议 可是那个国际上面的舆议压力还是非常大 嗯所以我觉得印度 印度如果莫迪没有这一套美国行的话 我觉得印度内部会支持莫迪开实体会议 嗯但是这一套美国行买的太成功了 所以印度就改成虚拟了 对印度印度这次不只是虚拟他他实际上面的让整个上河变得非常虚 嗯那他也达到了他的目的我我我是觉得印度跟南非不太一样 就是印度跟莫斯科跟俄罗斯的关系和就南非跟莫斯科的关系 印度和莫斯科的关系是非常不一样的对对对对对 就是你今天呢今天南非毕竟老实讲南非摆在金砖五国都有点勉强 他他终究其实小很多嗯那而且他在办的过程当中来讲 其他也很努力的释放出那种就是说我们要给要给普丁特举 就是我们还是欢迎他来他都这样讲但是因为毕竟还是忌惮于国际的舆论了 那因此普丁会被到还不知道可是你印度如果说我就要让普丁来 我告诉你没有一个西方国家敢敢讲话他还记得去呃这个之前的集团体 印度还是他的主办的过程当中虽然那时候是视讯峰会 可是他还是让普丁参加是所以他这一次呢用视讯的方式呢 让他参加上和对印度来讲就是给美国一个面子 那也不要让让自己的为难因为他跟他一旦办实体 但是普丁不能来哇那个对对印度来讲真的是很难去解释这件事情 他跟俄罗斯的关系会出现天翻地覆的变化 再来就说你到美国谁看不出来美国就就是拉印度反中嘛就联印至中 所以呢在你到美国收了厚礼的情况下面回来如果办一个实体峰会也要邀习近平来 你想只要人人到了你总是要风风光光毕竟这两个都是大国 你总要有有有些风光的安排莫迪不可能不单独跟跟普丁见面不可能不单独 跟习近平见面只要他们落地了你大概就得要单独跟他们见面 在这种场合当当中来讲尤其在刚从美国回来不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一个多礼拜的时间就要安排这种场面对莫迪来讲铁定干尴尬 所以莫迪有很合理的理由为了刚从美国收下厚礼因此拉不下那个脸去去跟美国的让让美国的指指点点 我甚至认为美国呢在这个时候呢把莫迪跌高到的这么这么高的位置上面 基本上就要告诉你你想莫迪印度是在五月底的时候呢通知各个国就说今年改成线线上 嗯你你认为为为什么他已经知道他去美国就是他收到了美国邀请 而且他知道他会得到大理是所以他就做这样安排因为三月份的安排不是这样啊 三月份的安排的时候他仍然是通通知呢通知北京欢迎习近平主主席 亲自到新德里参加上和峰会好那因此呢莫迪固然有莫迪的理由 可是当你呢我们说你即使要敷衍一个人你不能做的太明显 我们常开玩家讲说哎你在你在敷衍我吗 那都回他一句话说有很明显吗对真的很明显莫莫迪的敷衍真的是太太明显 你用你用虚拟虚拟还没有什么关系对你用你用你用虚拟用视频的方式 虚拟还不是重点而是他真的非常虚虚到就是呢虚应 故事而已没有错他发表了一个新德里宣言你不要看到那个新德里宣言当一回事啊印度呢反正开什么会 他都发表一个新德里宣言他之前呢就是说金庄五国峰会的时候他也是发表了新德里宣言你还记得那个宣言内容吗 没有内容他这一次的这次的所谓的新德里宣言里面重点就是说当今世界正经历前所未有的转型变革 进入技术大发展的新时期需要提升全球体系的有效性世界多极化趋势呢正在加强各国相互依存日益加加深等等等等等等好所以 那各类的挑战和威胁更加复杂危险且具有破坏性新的冲突层出不穷好后面呢一样你看到这些的叙叙数据你会觉得好像也描描述一点一点事情 他的重点就是说好像的各个国家都强调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来为代价来谋求自身安全是不被上合组织接受的这句话如果作为一个概念性的标题我那不要说上合组织全世界每个每个国家开会都可以讲这句话嗯 就是专业可以啊是集团体也可以都都可以啊对俄罗斯跟乌克兰美国北约都可以讲出相同的话俄罗斯讲讲不出来俄罗斯讲这句话他也不会觉得很心虚的你即使说他是个侵略者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俄罗斯能够在这个宣言里面他能够能参与了这样一个市区就是告诉我这句话听起来对我来讲没毛病啊我完全同意啊就是不能够以牺牲他国安全为代为代价谋求自身安全因此他告诉你就说大家讲同一句话唱同一首歌 可是脑子里面的那个小小剧场是完全不一样的中俄印三国虽然同框了西方媒体说这三个人同同框同框怎么样同框的是一种的将就因为你是线上是虚拟的而且没有准备什么议程新德里所谓新德里宣言跟去年的萨马尔汉宣言他的字数大概只有30%就嗯新德里宣言有人算过大概就只有两千五百字而已跟萨马尔汉就是去年在乌兹别人 萨马尔汉的课呢所办的那一个峰会当中哇你这一比起来的话哇不到上一次萨马尔汉的那一个宣言当中的四成不到差不多就三成多一点三成多对对对对萨马尔汉的宣言啊七千多你可以你可以自己自己去找你看你看去年萨马尔汉萨马尔汉在乌兹别克的时候在在乌兹别克乌兹别克已经中亚五国当中相对小国 嗯你看人家乌兹别克是怎么办的办了之后呢除了风光你光看那个定装照莫莫莫迪也也在现场啊因为呢毕竟是他和他和这个就说巴基斯坦的入会了之后中间经过三年的疫情大家呢并没有实体的见面所以他的他也来了那你看萨马尔汉的那样一带一路的不是一代上和上和组织的峰峰会去年 大家的那种的感觉是很有温度的的感觉但是今年印度主办而且第一次主办的时候呢他大幅的降温让整个上和峰会变得非常的冷可是上和毕竟他叫做上海合作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以上海为名所以习近平每年不管了他自己是不是主办国他都会以一个发起国的一个一个角度他都会强调上海精神那上海精神呢在在反恐啦在暗议 在发展繁荣的这议题上面的共同的追求但是当你把他办得这么冷的时候其实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你就是你就不把上和当一回事啊好我们现在要谈的是未来因为这一次呢其实就已经是草草了事没有实体的峰会他其实有很多地方都受到了限制达成共识是很容易受到限制的然后同时呢利用场边的一对一的会谈也会受到限制因为这里面呢 除了这一个印度之外呢上和峰会的成员另外还有七个国家那这一次又纳入了印度所以有八个国家白俄罗斯呢现在变成了一个观察员所以理论上来讲那么包括中国大陆跟中亚这五个国家然后呢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然后俄罗斯跟中亚这几个国家还有俄罗斯跟伊朗跟巴基斯坦跟印度理论上这些其实都应该有双边会谈 而这些双边会谈对于他们的相互合作然后解决一些可能有一些问题的地方他就失去了一个平台所以平台是非常重要本来上和组织的目的是为了这一个那我们要问的是印度会不会成为上和组织往前进的刹车因为上和组织呢过去只是对话窗口 其实他们现在想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包括了比如说要不要扩大本币结算那么还有这个共同的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就是他有很多实质上面要去扩大他的功能性或者是说像这一个俄罗斯说的他希望能够成为国际上面重要的打击恐怖组织的一个单位所以他们都希望在功能性上面 强化他这在去年的乌兹别克撒马尔罕宣言当中看得出来可这一次的新德里宣言等于是那一次宣言的就整个功能性扩充的刹车 他刹得住吗因为他如果刹住了那美国真的成功了好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部分会不会更进一步的拆解上和组织 然后第三个因为印度之所以会参加上和组织其实是俄罗斯邀请的没有错他并不是原始成立国他是2017年的时候因为俄罗斯坚持所以邀请进上和组织那你俄罗斯想要邀印度那中国大陆就说那我要把巴基斯坦给邀进来所以他们的扩容第一波是印度跟巴基斯坦其实俄罗斯想要邀印度 但是问题是印度这一次如此草率的来处理其实中俄现在都非常重视的上和 那么俄罗斯会如何的来看待他会不会毁不当初 不会到印度我们说那个上和组织的logo你把那个logo叫出来看就知道了 那个logo的文字呢上面是中文下面是俄文就是呢中俄两国基本上面上和组织未来不管他将来是怎么样的发展 还是以中俄为主体那俄罗斯他为为什么拉印度进来那个概念跟美国拉印度是一样的他背后就是联姻的目的都是为了要置中 所以俄罗斯拉印度美国拉印度虽然两个是敌对国可是他印度的逻辑都一样的因为因为中国膨胀的太快了好上和从他成立之后到2017年俄罗斯会非常深刻的感觉到他在上和里面的影响力那跟国力的很现实 中亚的几个几个国家越来越越靠向中的中国毕竟上和的核心是中亚的那几个国家就大家共同如何把中亚维持稳定 所以反恐是放在最前面的但是当这些的国家越来越靠向中国你光看到呢今年的四月份的在西安办的办的那一那场五月了西安办的那场中国跟中亚的中中峰峰会 那个中亚的几个国家那开心啊土库曼不是上和的成员国土库曼也也来呀就是大家的那个开心你看到西安的那个回到大唐盛事的那种的中国跟中亚的关系你想俄罗斯他会不紧张吗当然紧张这都过去都是苏联的地盘中俄关系再友好互信再好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心里面不会没有疙瘩的啦所以呢要如何平衡在上和组织里面俄罗斯的力量越来越来越高 越违弱这件事情影响力越来越弱这件事情拉印度进来合理可是拉印度进来说中国呢拉巴基尔就能够平衡吗并并不是平衡的文德那是这个假平衡印巴是一体的可是你把印度拉进来之后以现在印度呢跟美国的美国紧靠的情况来来看我真的觉得那是引狼入室啊不能等于他他是像影影像入室影像入室之后他就出现一种情况好比如说今天如果如果 如果说好我跟我跟我跟我凤心的请请好朋友吃饭那我们请一桌的朋友可是来来了一个就是觉得觉得坐在那边呢让你连讲讲话都不方便的人 你蔡英文我一定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就就我想很多人参加饭局啊久都遇到过就来来了一个本来觉得都是好朋友讲话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呢没啥顾忌的要出一个话不投机半句多的对而且你还会觉得这个人你都不知道 他在现场干嘛呢就是你你你不受欢迎我也不能说你是不速之客可是呢你跟话题呢也不投机同时大家都还担心说我们在在在酒局上面随随便聊东西你会不会呢出去通风报信去讲些什么以后上和开开会跟金砖开会一样你都怀疑我我讲话印度在旁边啊那我要不要小心点讲就是他会他会产生一种的一个组织的内部的不信任感 嗯那个不不信任感印度这次的上和的这次处理的方式会让上和甚至金砖的内部呢会出现开会的时候那种的不踏实觉得有有个人有一只眼眼睛的非常的奇怪在看着我们好那印度呢入上和其实他也在处理他自己的内部的问题就是印度的印度的内部问题基本的问题不是总性质制度真的内部问题就是印度教的 跟跟穆斯林之间的紧张关系可是当你看上和上和虽然不强调宗教可是上和的成员除了中国跟跟俄罗斯基本上面的都是比较的宗教开放无无无无神论其他的几个都都是穆斯林国家对中亚五国还有巴基斯坦是都是然后这一次的伊朗更是对所以印度的也把上和的当作是一个他可以去好像可以处理他跟了穆斯林国家关系的一个窗口因为他的内部的问题最复杂的就是 印度所有的战战争跟冲突跟内部的恐惧攻恐怖攻击事件大部分都是跟穆斯林冲突有关少部分是跟的席克教有有关所以印度一定要留在里面因为他必须要维持着一个他可以跟穆斯林国家对话的平台否则的话他找这个平台都找不到对那未来一段时间了印度赶不走这这这这件事情啊他就会是上和的一个疙瘩到中国好那但是他能够杀得住上和组织的改革前进 主功能性吗他会他会他会伤害伤害他的进程就是说让他的进程要形成共识变得变得困难你看到纽约纽约时报纽约时报呢谈上和上和峰会虽然标题上面他讲说哎中恶印三国首脑同框 那后面的那个是说专但是他们各自呢专注实现各自的目标这个的这句话干嘛讲那么那么绕就同床异梦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个虽然同框了好像讲了相同的话可是其实他们各自在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每个人呢都是在处理自己的内部问题或者借着这场的虚拟峰会如果达成一点点的实质宣传的有效性就是在告诉这个世界就是普丁来告诉大家说的啊那个那个普里格格金内圣过了 我我我现在呢又又可以呢会恢复呢正常的目的是国际宣传对就是国际活动就是呢那个兵变已经过了 无伤no harm就今天的今天的莫斯科的俄罗斯呢仍然是一样的那中国呢当然是在在强强调就上和组织因为终究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的主主场印度呢印度呢就是很微妙的印度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他在借着上和他如果有有机会呢就维持他在国际地缘政治当中的假平衡 印度过去的不结盟是透过地缘政治的假平衡而达到的他不是真的不结盟他其实假平衡好像那个不结盟是我跟所有的国家都维持着某种的结盟你想跟跟跟这些呢跟美国跟俄罗斯你认为他们是不结盟我认为他跟两个都都在隐性的结盟关系 但是这种的用假结用这种隐性的结盟来包装自己的不结盟他不是不结盟的争议这跟了1955年万龙会议的精神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那他现在的这种的处理的方式他一定会影响到中国对于自己首创的上和组织被印度掏空这件事情未来要怎么运作 中国一定会有一些的想法毕竟你莫迪从美国回来了之后对你跟你跟普丁通的话可是你开上和上和组织的峰会你没有跟习近平先打个招呼通话这很怪啊 理论上面来来讲就是你要开上和的时候你知道那叫上海合作组组织你都应该跟北京的通话打个招呼那是礼貌因为他是发起国是创始国是上海精神的所在地 莫迪没有做做这件事啊你就知道中印关系现在的状况呢是很复杂的未来我也不看好 所以美国成功的收获了印度而死的印度就成为了中国边上的一根刺 这根刺呢可能会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永远成为中国大陆呢棘手的一个难题 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说呢他拉拢印度这件事情他还是长期必须要做的 因为他现在更虚弱坦白说他在乌克兰战争之后他变得更虚弱 他变得更加的依赖中国大陆而也因为他更加的依赖中国大陆 他反而更需要有印度跟他的合作 然后让中国大陆其实某些事情上面有求于莫斯科 所以这是三个地方呢他们共同但是又有各自目标的地方 而印度要留在这边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平衡跟穆斯林之间的关系 但是未来就但是其他的成员的看法是这样 比如说这里面呢伊朗也好啦基尔吉斯也好啦 或者是我们看到俄罗斯也好啦就这么包括了甚至于中亚的几个国家都提到说 第一希望有共同的开发银行就像金砖开发银行一样 第二希望能够扩大本币结算 他不到金砖国家要成立金砖货币这样的一个程度 但希望能够扩大本币结算 这是包括基尔吉斯都说了这样子的一些话 所以这些事情都是属于功能性的 那这些功能性刚提到说 会延迟他的进程 但会不会改变他的方向 大家所有不管金砖成立金砖上河要不要要成立上河银行 他的本质都只是所有的成员国在寻求一个非美元的融资体系 就寻求一个美元币限 对一个币限管道 美元呢没有办法呢伤害的 没办法直接伤害的融资体系 对他显一他反映的就是不管是从金砖银行 或者现在在谈的上河要不要也有一个类类似的银行体系 他反映了这个世界当中的大部分的国家 对于容易受美国伤害这件事情 其实是很是很紧张的 尤其在这次俄乌战争发生之后 连俄罗斯都会受伤 阿富汗战争美国走路之后 把人家的外汇呢 全全部都拿去当做自己的用途 这种的事情呢 对你想阿富汗就在旁边而已啊 阿富汗现在是还没有国家承认他的一些新政府 所以他还不会在上河里面啊 可是他已经是观察国 阿富汗是上河组织的观察员 当你会没收呢 阿富汗的外汇的时候 你认为对上河的成员国会做何感想 我当然会不信任你美国啊 所以在上河组织里面 中国的想法就是说 如何如何把上河 如何把一带路也能够帮都在一起 虽然他不是一带路的全部 可是呢 他是一带路的核心 毕竟是中亚嘛 但是印度对一带路反应极为冷淡 几乎呢 习近平 中国提一带路 印度根本连回都不回 那这种呢 对一带路的冷淡 会使得中国在战略目标上面 让一带路跟上河组织 能够串联 做某种的整合 他就无以为为继 印度在这个里面呢 就会破坏了这样的一个一个结构性的安安排 所以中国中国一定会很苦恼啦 就是真的是影向入室 影向入室之后呢 你要在他走 或者印度也不会自己走 这个时候接下去 对上河组织的运作的实体的影响是很大的 那有没有有没有机会让我们看到 看到不一样的结果 那就看九月份的G20 九月份的G20的时候 我不知道莫迪要怎么办 因为印度的媒体或者印度官员所释放出来说 啊这次上河峰会啊 对我们就是别人的简单败卖 因为九月九的G20呢 我们都会见面嘛 G20并没有并没有中中亚国国家 这是不对的 不对等的 对上河是为了中亚国家存存 也没有伊朗啊 也没有乌兹叠克啊 也没有啊 换句话说你说中俄印会在见面 是的 可是九月的G20 那就看莫迪要如何去处理普京的问题 那普京会不会来 那是考验俄罗斯跟印度关系的一个非常的非常关键的时间点 今天其实中国对印度固然会有一点苦恼 可是我认为真正苦恼的是俄罗斯 今天与其说中国跟跟美国呢 在面对印度不如说中美国跟俄罗斯 在争夺对印度的影响力还比较实在一点 那个比中国要更迫切 中国其实可以先退到第二阵观望 中国只要认真思考 如何减少印度对上河组织的伤害就好了 印度对上河真的没有帮助 只有伤害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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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白 Let's go 好 好 好